全能神经典话语 你们如此污秽不堪 怎么能看见神的亲自显现呢? 你们也从来没想过 神怎么能在外邦中亲自降临呢? 他应该降在西乃山 或降在橄榄山向以色列人显现 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人 不都是他验憎的对象吗? 他怎么能亲自做工在他们中间呢? 这些都是你们多年来形成的 根深蒂固的观念 今天要征服你们 就是为了将你们的这些观念给打破 因此,你们便看见了 神亲自显现在你们中间 不是在西乃山 也不是在橄榄山 而是在以往 他从未带领过的人中间 神在以色列做了两步工作之后 以色列人与所有的外邦人 都存上了这样的观念 神造了万物是不假 但他只愿意做以色列人的神 并不愿意做外邦人的神 以色列人这样认为 神只能是我们的神 不是你们外邦人的神 因你们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 我们的神厌增你们 那些犹太人更是这样认为 主耶稣是我们犹太人的形象 是带有犹太人标记的神 神是在我们中间做工 神的形象与我们的形象相仿 我们的形象与神的形象接近 主耶稣是我们犹太人的王 外邦人没资格接受这么大的救恩 主耶稣是我们犹太之人的赎罪记 仅仅这两部工作 以色列人与犹太族的人 就产生如此多的观念 他们把神罢为己有 不容让神再做外邦人的神 这样神在外邦人的心中 就成了一片空白 因为人都认为 神不愿做外邦人的神 他只喜欢以色列人 他的选民 也喜欢犹太人 尤其是跟随他的门徒 岂不知耶和华与耶稣做的工作 都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吗 现在你是否承认 神是你们所有 生在以色列以外之人的神呢 今天神不就在你们中间吗 难道这是做梦吗 你们不承认这一事实吗 你们不敢相信 也不敢想 不管你们怎么看 神不就在你们中间吗 你们还不敢相信这话吗 从此被征服的人 愿意跟随神的人 不都是神的选民吗 你们今天这些跟随的人 不就是以色列以外的选民吗 你们的身份 不也与以色列人的身份 一样了吗 这一切不都是你们要认识的吗 征服你们不也是如此的做工目的吗 你们能看见神 那神从起初到以后 将永远是你们的神 他不会把你们抛弃的 只要你们都愿意跟随他 做他的忠心顺服的受造之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